毕业十年,同班同学聚会,罗海燕没有参加,有同学酸溜溜的散步者不知从哪听来罗海燕远嫁香港的消息,也有的编排她抱养小白脸。 陈小伟跟罗海燕之前是恋人,虽然现在已经跟别人结了婚,但听到同学这样说她,心里不是滋味,结果离开了。 陈小伟碰到了正在上楼的罗海燕,好奇她当年在《时间胶囊》里究竟写了什么,罗海燕陷入回忆。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聚餐,班主任交给每人一个时间胶囊,让大家写上各自的理想和目标。 陈小伟和罗海燕相约十年以后再看彼此写的期望,面对醉酒的罗海燕热烈地表达爱意,陈小伟情不自禁吻上了她。 第二天,睡过头的罗海燕急匆匆地去参加面试,刚进入公司大楼,不慎被泼了咖啡,衣服沾上了污渍,只能临时换下来。 迟到严重,还好有表姐跟人事求情才能参加下一轮的面试。 罗海燕感到一切都是新奇的,无论是周围脚步匆匆的行人,还是表姐对各行工作人员头头是道的分析。 电梯超重,罗海燕犹豫了一下,自己下去,让Scarlet先上。 已经面试过的陈小伟信心满满告诉罗海燕,自己十有八九被录取了。 这也就是罗海燕面试的第七家公司了,她特别担心。 陈小伟安慰她,从一个简单的兴趣爱好里,罗海燕看到了面试官眼里些许嘲讽。 一听罗海燕的家乡,面试官更是连连摇头,面试的再次失败让罗海燕陷入了失落。 为了面试的仪式感,也为了安抚罗海燕,陈小伟带罗海燕买了包。 回到宿舍,刚好室友也有这款包。 听到室友爆出昂贵的价格时,他自卑地想把包隐藏起来,被眼前的室友看到,指出罗海燕的这件是A货。 虽然室友安慰了几句,罗海燕还是低着头离开了。 在罗海燕眼里,这不仅仅是真包假包的问题,而是自己的尊严被看清。 他很难受,但毕竟是男朋友送的。 罗海燕把包默默地放到了枕头下。 除了这样的事,罗海燕感觉在宿舍继续住下去,有点尴尬。 打电话给表姐,为了面试方便,想搬到她家住一段时间。 表姐笑意盈盈地送给罗海燕一件自己穿过的衬衫。 借口家里浴室正在装修,拒绝了罗海燕。 哦。